詞曲 李宗盛 李宗盛 我們縣長在選前就明確承諾 這個禁燒石油膠跟煤 他的證件是雲林縣內的電業 電業八電 禁燒石油膠與煤 而選後在1月20號 縣長更明確承諾 他要推動地方自治條例 地方自治條例要來做雲林燃料管制 管制什麼呢 禁燒石油膠跟煤 這已經是縣長明確承諾 所以我們大家就非常的期待說 縣長要何時來兌現這個承諾 但是呢 現在比較大的問題是 這個除了自治條例的一個立法 比較漫長以外 現在其實就有一件很迫切的事 而且是縣長馬上就可以實現禁燒的事 什麼事呢 就是許可證 這個許可證 只要縣長答應 許可證到期後不再發 禁燒馬上就實現了 因為這個許可證的合法權 是在於雲林縣政府 大家可以看到這一張表 就是現在台塑 雲林在台塑 台塑在雲林的這個 主要發電電業設備 有這七張許可證 包括六千有六張 福茂有一張 那這裡面呢 有三張許可證 是今年就要到期 而且非常急 現在已經在提出申請了 有一張是今年的六月就要到期了 那另外呢 還有四張相繼在明年後年跟大後年到期 那我們的專民 在這個幾十幾年來 四十幾歲 就整空了 這個家庭就扣除了 這發生很多人 所以說 這是比現在 比以前還要到現在現在 現在會比起來 已經很嚴重了 台北市長 高雲町 先生 說 什麼叫做 國安危機 國安危機說 我們三十歲以上的 男朋友 沒結婚 沒生日的家庭 沒生日的家庭 叫做國安危機 今天我們三十歲以上的青年 為什麼不結婚 成家立業 這個國家 沒有健康的食物 沒有健康的土地 沒有健康的水 叫我們怎麼忍心 讓我們下一代生長出來 讓這些無聊的工廠糟蹋 無法到齊 我們現在是認為 縣長如果真的有誠意 有決心 要兌現禁燒 至少縣長可以做兩件事 第一件事是 縣長應該明確承諾 在明年以後 明年後年 大後年的這幾張許可證 到齊之後 不再展延 就是明年以後的許可證 到齊以後 縣長現在就可以宣布 不再展延 這樣台塑 才會知道 才會真的死的心 就是必須要進行設備更換 另外 針對今年要到齊的這三張 我們必須給予 台塑緩衝時間 那頂多一年的設備更換時間 最多展延一年 可是這個展延的期限 不是由縣長跟台塑密室協商 來進行談判 應該要公開透明 為原則邀請軍民 在地居民公民團體還有公衛專家 共同公開透明民主的審議 全程必須網路直播 電視直播才能以遭公信 那這次縣長如果有決心要兌現禁燒 這兩件事是馬上就可以宣布的事 鄭重的聲明 雲一縣政府禁燒石油膠及煤的政策 沒有改變 那環保局也依縣長的指示 已經在積極的研定 禁燒石油膠及煤的自治條例 目前已經 依照立法的程序 預計三月 會把這個草案完成 那會廣納各界的意見 屆時也會召開公聽會 這是第一點的說明 那第二點 針對目前六清的這些許可證的展延 我們也未來 在這個自治條例還沒有完成之前 我們會依現行的法令標準 以及行政程序法的相關規定 然後我們訂定一個審查的作業準則 嚴格的來審核 那審核的原則有下列三點 第一個 我們會廣納專家學者及公民的意見 這是縣長特別強調的 我們要請聽民意 第二個部分 在核發許可照的部分 我們許可證的期限以兩年為原則 那第三個部分 我們在許可量及排放量的部分 我們會和解 所以這個就目前我們就嚴格審核 然後廣納各界的意見 那這是目前針對這個部分的一個聲明 謝謝 你知道一個自治條例的修法 它勢必會牽扯到這個我們的議會 還有相關財團 尤其像台宿 像不可敵國財團的一個角力 這樣一個角力 所以事實上 是不是能夠在李縣長 第一任的四年內 能夠把這個自治條例來完成修法 不得而止 不得而止 但是我們很清楚的看到 我們現在的防治條例 很清楚的規定 它許可證每一期只有五年的期限 那如同剛才我們主持人松原所講的 那在今年內就會有包含我們賣了一二廠還有這個賣了 氣墊總共有三張的許可證會到齊 那我們同樣都是法律人 都很清楚 既然當初立法者 給我們的主管機關 縣政府 有五年一期的一個審查權 審查權 所以在期限提將借滿之前 那縣政府本來就有權責 依照目前的客觀事實狀態跟證據 來對人民的健康做最嚴格的把關 所以說你不能只是講說你要推動自治條例 我們當然其實大家也都非常的清楚 六清他一定會用各種方法去圖 然後自治條例的通過 不過我們覺得底下如果真的有誠意 他應該在整個過程中去大量的舉辦各種聽證會跟說明會 然後去做好徹底的做好環境教育 然後我們也想要呼籲六清 其實不要只是用傳統那種方式去期待說 透過政治上的運作 然後去放棄 來繼續使用這些高藍的藍料 六清對雲林雖然有一些奉獻 但是他也對雲林的空氣 對中部地區的空氣造成非常嚴重的傷害 一個企業要有趣 其實應該要讓這邊的環境能夠有趣 讓他周邊生活的人的生活環境能夠有趣 因此我們也呼籲六清 就是說台塑企業集團 他自己應該要積極的去開始去更新他的設備 而不是只是想說可以透過政治的運作 然後達到展規的目的